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在整个世界文明大家庭中 已经是孤立 已经是一夜空中 所以这个就是很生动的一个体现 所以这个出版自由 言论自由 创造自由 是一个国家文明发展的至关重要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搞颁奖仪式 也就是说 在纽约 我们搭建这个平台 我们竖起这个面大旗 就是要倡导 我们这个民族 不能够因为极权政权 打压 是我们这些精英们 我们这些民族的精英 他们的思想 被压垮 或者被泯灭 所以呢 这是我们叫 搞这个活动的一个初衷 尤其感谢龙伟兄 等同仁数年来辛苦坚守 为华语 特别是政治思想的出版 提供独一无二的平台 《三论》的出版 可以说是《万里跋涉》 出稿是2014年就完成了 本来准备出三本分开的册子 由于环境 国内言论环境的这个 恶化 后来辗转转香港 那由于香港呢 又变成一国一制 所以这本书在香港 也没办法出版 最后呢 终于在万里之外的 《自由灯塔》 美国面世 这个书从开始到 成稿到出版 已经有十多年了 不过这段历程 也证明了三论本身的论点 扼杀思想 限制言论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为我们这个 海外的民主灯塔 自由的灯塔还在 《三论》的排序 原先被用来表达 对香港的期待 香港有了相当程度的 自由和法治 但一直没有 一人一票的真普选 最后可惜 在追求民主过程中 功亏一篑 自由 法治 民主的排序 不只是适用于香港 而且也普遍适用于 几乎所有的转型国家 这倒不是说 自由和法治 一定先于民主 在渐进改良的 增量过程中 三者当然都是相辅相成 缺一不可 但在宪政秩序的 形成过程中 一开始必须有自由 然后自由需要收到 规则的约书 最后才走到 最具挑战的一步 规则的产生和实施 需要全民的参与并监督 当宪政秩序开始衰败的时候 也是从民主开始 继而危及法治和自由 自由灯塔 美国正在遭遇民主的挑战 祈祷他在2024 这个关键的一年 能够有惊无险 转危为安 他提到现在的 这个美国大选 自由 中国的自由和法治 一直没有得到 制度性保障 但是至少和一甲子 之前相比 还是取得了 事实上的进步 民主 这尚未起步 很难想象一个14亿人的大国 选票竟不发挥任何作用 疫情三年的遭遇 也充分说明 没有最起码的基层民主 自由可以在一夜之间 消失得无影无踪 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 一直没有过去 现在说信不过了 因为风景这边不好 大陆风景好 我希望三论能够有助于 恢复中国改革的方向性 常识 不论多难 这个河肯定是要过的 自由 法治 民主 只任何一个国家 宪政之需的三轮车 独裁 幻想独裁下的自由与法治 就像 就和想象镣铐里的自由 一样伪合 中国俗话说 缺什么补什么 中国当下究竟极缺什么 自由派应该有共识 最后再次感谢伯登 祝大家农年吉祥 也祝愿中国这艘巨轮 在大家齐心学历的推动下 尽快走出历史的三峡 写得好 对 非常感谢张全文现在很困难 他可以说是担任 不知道现在是不是 他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学会的副会长 但是他现在也没有言论自由 他的言论是被监控的 而且他也不能够出境 我们邀请他到纽约来 他说他暂时来不了 是非常遗憾的 所以他的一句话就是 我称为是年度金句 就是世界上有些国家没有宪法 有宪政 他指的是英国 英国是大宪章 他没有宪法 有些国家有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宪法的 有四大自由 这个每个人都知道 没有宪政 这是一句话就是 一争见得 一予终敌 我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 而且我也曾经跟有些朋友说 我们国中书下一次的颁奖典礼 希望是在北京举行 好 下面我们是 班另一个特别奖 博登书特别奖 中国的伎俩人物奖 许昭任 这是今年我们首度设的这个奖项 我把我们博登书写的颁奖持念一下 许昭任 1962年出生 安徽如江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家 县位哈佛大学费中心 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曾经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清华大学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 清华法学主编 许昭任是西南政法学院学士 跟我们高光俊是同学 等一下这位奖人 就高光俊博士 带领 中国政法大学硕士 墨尔本大学法学博士 2005年 他曾经评选为全国十大 杰出青年法学家之一 2012年 习近平担任中共总书记以后 他开始批评其执政方针 2013年开始 他陆续发表一些 重申共和国这一伟大理念 从事中国立国之机 保卫改革开放 甚至威严中国的临界点之上 这一系列演讲和文章 批评当下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运行模式 2018年7月 他发表文章 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 当时在网上是 点击率非常高的 引发巨大反响 2020年连续发表文章 愤怒的人民不再恐惧 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固搜 分析了中国在疫情下 暴露的种种问题 呼吁制度改革 2020年7月6日 他被警方以嫖娼为友 从北京御所带走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他说原本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今年上半年要出版许先生 过去三年发表过的十篇文章 就是成为《乌须六章》 后来以中国当局和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的警告 以后这本书没有被批准出版 之后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 而这书刚刚两周前问世 许章任的朋友认为这本书是他今天被捕的重要原因 那么纽约的一家出版社就是我们的这个伯登书 就是因为我们出版了他的这个《乌须六章》 引发了这个反响 清华大学把他就是以莫须六的罪名把他抓起来 那么这个事件当时在纽约在海外 这媒体引起巨大反响 纽约时报都刊登了 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我们的伯登书 为什么就名声确实解决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 就伯登浩斯在纽约就这个名声在外 那么其实当时呢 有一个真相呢 就是他们抓他的理由 他就是说香港不让他出版这个书 当时香港出版了一部分学者 包括贺伟方 荣建 他一套重书 但是就许章任那本书就不能出版 那么当时他当局抓他的一个理由呢 就是说许章任因为不出版 不能出版这个书 所以呢拿到纽约来出版 实际上的真相是 当时是我写微信 当时他是在我的微信群里的 我说许兄你有没有什么书要出版 是我邀请他的 他实际上他没有 原来他没有 香港不给他出的话 他可能就不出版了 我跟他说了 他说正好有一本 正好有一本那是我们出 那就是这本书 所以是我邀请他 不是说他主动拿来叫我们出版 所以中国当时这个事实要澄清 他们是有摩虚犹的证明 这个证据来诬告他 说是他等于是要拿这个书的 故意拿到纽约来出版 所以这个事呢 我可以在这个地方给他澄清 是因为是我邀请他 在我们这里出版的 所以从2020年7月15号以后 清华大学就是根据所谓的什么 教师职业实相规则什么 将曲章人开除 他就成为 正式成为清华大学的失业人员 发给他一个失业人员告知书 所以他原来是停职教职 他还有工资啊什么 现在什么也没有 什么待遇也没有了 那当然就在他受到清华大学 这个解雇以后 哈佛大学非中心中心 马上聘用了他为研究员 但是中国当局给他警告他 禁止他出境 禁止他接受传媒访问 而且禁止任何资助 就到目前为止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就是 无业人员 失业人员 许章人不但批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国体制 认为该国在习近平领导下 朝向文化大革命方向发展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如此 他明确表达再度锁关 闭关锁国和极权主义政治全面 回归的八项担忧 提出要取消 提出要恢复国家主席任期制 不是他这个永久任期制 公开平凡六四天安门事件 停止对外国的援助 就是那个大傻逼 实时官员采采阳光法案 制止各种崇拜八项建议 所以这个建议这个许章人先生们 特别是他在2020年5月的一篇 长文《世界文明大洋》中的中国孤舟 抨击了这个中南山等等 提出设立李文良日 这是言论自由日 停止大规模强拆等等 表现了 许章人小表现了 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 富贵不能赢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的 世代富气质 更体现了鲁迅所说的 我们自古以来 有满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身取法的人 这就是中国的伎俩 为此 我们这个博东书 本年度的特别奖 中国伎俩人物奖 班盖许章润先生 这就是他的奖 我想因为 昨天我才知道 高光律是他的同届同学 因为他说了 我说你有没有朋友和亲人在纽约 他说没有 他说你帮我收藏 那么今天我想 用这个奖 由他的老同学 高光俊先生来带领 谢谢 高光俊先生 是西南政法学院的同届高材生 我昨天说了 西南政法学院 是为了中国的法学人才 包括后位 谢谢 非常感谢 高律师 你们在法学院是同届 同届还是同专业 说两句 对 你说两句吧 谢谢 很荣幸 带这个老同学来获颁奖 我跟他是同一年 他是六二年 我也是六二年 近日西南政法学院 他是法力系 我是行政专业 他是法力专业 在学校并没有太多的交往 这个后来陆陆续续听到这个许章英语的这个故事 并不是因为说在2020年这个时候突然一下子来关心实证 其实在这之前他在法学研究 这个还有在关于实证的这个评论上面 他一直在发生 只不过是当时在江湖那个时候 好像多少有一些宽松的环境 没有对他采取了很多措施 因为当时的一些年任 还有一些空间 后来他发表了这个 这些评论以后 特别是对习近平的专制以后 就遭到很多的这个控制 那今天这个环境 他现在的处境是更加的这个恶劣 不但被开除了没有工作了 他的所有的对外的联络 也都会控制监控起来 我最近刚刚就前 就是前天 昨天才得到一个消息 这个他的处境 甚至比这个后卫方还麻烦 后卫方最近 在深圳一个同学会 开了一个同学会 邀请后卫方说 作为老校友去参加一下 但是新南芝麻学院的校长 也要参加 那校长一下飞行说 后卫方也参加 他就说那怎么办呢 你要让我马上免职吗 这个特职吗 还是怎么样 不能去参加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我装病 那个校长说我装病 那就不参加 后卫方就参加了 那贺卫方一看到这个时候 那我就不参加了 所以贺卫方呢 连出席这样的同学会都不行 但贺卫方至少还可以说 在中国各取去走一走 联络一下 但是许章运就完全没有了 许章运是已经被边控了 这个包括这些同学朋友 给他来一些资助专队 你刚才说的这些 都不可以 那有的人给他 很多人说我可以把他养起来 有的人很有这个 我可以把他一切包起来 不行 国安就直接把他们背后调查 跟他们谈话 喝茶和咖啡 你的立场怎么样 所以现在这个许章运的这个空间 是越来越 活动的空间是越来越小了 所以最后我想讲一下 这个就于西南政法学院的一个教授所讲的 一个老教授所讲的 西南政法学院有很多杰出的人 他们每年 经常会凭说杰出的校友 多少都是很多都是当官呐 部长呐院长 甚至现在做到政治局委员的 但那个教授说 其实我们这个西南政法学院 其所有在中国称为政法界的吉娘 那还有更优秀的校友 你们他们才值得作为这个杰出的校友 那其中有个院长马上就打断他说 我们知道你说的什么 你不用说了 现在不需要说 那我想这个从校长 从教授心中都明白 真正西南政法学术的人才 就是像柯卫方 许章运这样的人才 所以谢谢大家 她的获奖感言 我们罗威宁先生 刚刚这个高光净历史说的 她这个微信 她有的时候 前一段时间 跟我们有微信联网的时候 那个国安 国保 随时冲进她房间 三四个人 马上叫她打开 你看看你的微信 所以她这个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 通讯自由 完全给剥夺了 完全剥夺了 完全剥夺了 人生自由剥夺了 通讯自由 言论自由 都给剥夺了 人家随时进去看看 你刚刚 我查查你的微信 刚刚跟谁讲的话 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现在可能更严重 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两个国保 每天就在了她门口 所以她真的是 我们的这个民族的脊梁啊 这个有这样的人 我们 我有一段 我说啊 因为有她这样的行为呢 所以呢 这个我们以后的人 后代就会说 我们这一代人啊 总算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有脊梁 大部分人都没有脊梁 这个她的获奖感言 是这么说的啊 我们讲理并非因为好变 因为只因众生群居 生计不易 所以事实上 总要有人出头讲理 在重生 并一再重生 常识 常礼 以常情之际 惨说 普世价值 追索 人间公义 为难关头 仅是 大劫将至 讨个说法 讨个说法 是为了有个说法 进而 落实为万民 相云 共守 而首先是 约书公共权力之立法 这日子 方才过得好 过得安心 也才可能过得下去 我们抵抵 我们抵抗 背情 立理的不公 不义 反抗 横家与人的一切 强权和压迫 坚信 共和国的 拉税人 同时 必须是 主权者 而优良 正体的 和 受制于 公民 理性的国家 理性 才是 通达 此境的 唯一 康庄 大道 不是 不是 存心 找茶子 而是 实在没法治 否则只能任人宰割 人不成其为人 而人间 遁成 毁邦 黄论追求 自由平等的 美好生活 由当 暴政横行 自令 天下男女 一律 身陷 奴役之灾时 不仅需要 大声讲理 不懈无畏的 剧情 论理 而且 必须奋起 抵抗 和反抗 抵抗 首先意味着 劫不同流合污 至少 劫身 自好 以空白 互为 清白 也就是奉行 所谓的 公民不合作 进而 站起来说 不 或以一身 一己身心 之面 极权暴政 或以公民的 横向联合 反抗 压迫 就此 从抵抗 走向反抗 此为一切 自许共和国公民的 国民之天赋人权 而恰为公民不可抵抑之政治责任 也是每一个不甘 终身遭受奴役的独立个体之道德义务 毕竟万马其应之计 正如米奥斯所言 一句真话 听起来就像一声 枪响 读书人 手无寸铁 唯一无装的 自己的是一只笔 但知智所计 不仅 直在求知名理 亦应自视于道 跟且亦在抗暴 故而守当其中 则无旁贷 一代代的读书人 尤其是近代不幸的 身处于极权暴政之下的知识公民 因此而恒适 恒逆 遭受恒逆 将牢底坐穿 性子伸手易处 既表明人类去骨不远 而文明落如游失 一不小心便返回 丛林社会 更长现了暴政 不管是右翼极权暴政 还是左翼极权暴政 敌爱 反文明 反人类的本质 从而才是人类 普世公义之公敌 这一真相 所以爱惜自己同胞 拥抱文明 就必须反抗暴政 苏生天命 岂能屈蔽之 由当二十世纪已还 左翼红色极权 暴灵天下 致死森林涂炭 人间血流成河 等于向万民发起 最为恐怖的全面内战 当此之际 寻难者前赴后继 反抗及其受难 仿佛成了读书人的宿命 更加彰显了反抗的公民本质 而为人类天性 自由不屈作证 红色暴政是一种反主现象 持谎言与恐怖治国 迫使人自内向外的崩溃 作为现实的苦难之源 它汇集了一切体制之恶 展示了最为深层的 隐秘的人性之恶 因此它标示着一段时期 内文明的整体性溃败 特别是吃爆 灵涅国度的道德 政治人性与文化的全面溃败 也就因此伸缩人类的基本情感 阐明固有的势力与道理 疏解利益久迷行的情理与法理 一句话 讲道理 在讲道理中揭示真相 追求真理 显示公义 不仅戳穿了谎言 更在于经由公共言说 振脱铺天盖地的恐惧 与明示人性不服 人性不死的同时 以文明对抗野蛮 而与伸张人性的抵抗中 修复和扶持人性 捍卫我们合众群居的人间常态 实在古今世观文言 齐言齐行 是邦国的伤口 由是时代的铁证 而为人间勘拘的万众威忙 憧憬 多少保存一些生机 感谢龙伟先生 劳心劳力 自为自知 讲理耕耘一方天地 这便是生机之所在 致敬博登书 积劳积会 保留华夏文脉之千秋事业 此乃证人之证言 心血既在 浇灌自由的种子 五人坚信 必有春风话雨 之环夜貌的 华夏大地之时 徐章论 二零二四年 二月十九日 节气雨水 对 这个 他讲 他写的东西有点 半文半白 所以读起来 大家听看起来 可能会更清楚一点 对 这是他的一个特点 他写文章的经常 有一点文言文的痕迹 因为他研究 就有一段时间 比较最新于瑜伽学的研究 瑜伽学 卢家学 卢家学 对对对对 卢家学 他属于 刚才我们在路上 他属于当今的 叫做通文史哲 全通的这么一个学者 这在当今是不多的 我们古古以前 文史哲是一家 所以这个他最近 虽然他 这个《乌虚六章》 他是谈时政人 他后来写了 还有一本书信级 叫庚字石渣 也在我们这里出了 十封信 还有他出了两本诗级 今天等一下 还要颁回他的 最新的一个诗级 番记 杰辉 另外呢 还有一本文学评论集 所以他还是 这个笔根 不罪 还是在写 这就是 他有一句话 这句话呢 可能早年也是 胡适先生说的 是先生 总是要说话的 你这个一个学者 一个知识分子 你让他闭嘴 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中共啊 现在这个当局 最荒谬 最荒唐的 他想封住你的嘴 但不可能封住你的思想 思想的自由 它是有翅膀的 它会翱翔 所以你可以在中国大陆封住他的嘴 但是他不能把他的思想 传播到我们整个华语世界 那这个是许章正先生 这个中国的伎俩人物奖 我们以后每年 也不一定是每年 但是有合适的人物 我们会同时也会再继续 颁这个奖 也激励我们后代 就像刚才罗维宁先生说的 我们这一代没有被压垮 我们有伎俩的人都在 实际上在座的都可以成为是中国的伎俩 就是说鲁兴说的 有拼命苦干的 担头苦干 为民请命的 舍身取法的 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这样 下面我们颁了再一个奖 是最佳翻译理论著者奖 《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 就是这本书 这本书的这个是中文版 我们同时出了中文版和英文版 这个主要的编辑者 刘雅威先生也在 那么颁奖词 我们特地邀请了哥伦比亚大学 著名教授明安有先生 他专门为这本书写了颁奖词 我来念一下 而且在前不久 我们在哥伦比亚大学 搞过一次学术讨论会 就是请了刘雅威教授在那边做主讲 当然不主要是 包括刘雅舟这本书的内容 也谈了一些其他 中国当代的一些军人的一些看法 刘雅威 李安游他在给我的电子邮件中 首先我第一次把这本书 推荐给他的时候 他当时就给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是就书论书 就一个学术研究来谈 不评价是个人 这个是由历史来下结论的 不是习近平当局怎么说就怎么说 李安游当时马上就说 刘雅舟是一位board think 他用英文这么说 board 我们可以翻译成一个重要的思想家 思想者 那么他写的这个 刘雅舟我这里念一下 他是用英文写 我把它翻译成中文 刘雅舟著作《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英译本》 对西方读者来说很重要 因为他表明中国的战略思维 并不是铁板一块 并不完全相同 西方读者可能会从他们对人性和政治的了解中认为 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 在战略上也存在争论 但我们很少看到这方面的证据 除非我们算上毛派极左战略家不负责任的公开言论 这个就指的是战狼了 就是那些战狼 我们被容许 他们被容许利用社交媒体 呼吁立即对台湾和美国发动战争 这一建议会给台湾人民带来悲剧 对美国 对亚洲 当然还有对中国本身 在刘亚洲的书中 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 现实的 精密的战略家的思维 他不是为了博取大众的欢迎而写作 而是为了促进中国的现实利益而写作 凭借广泛的历史参考和中国以外的世界 刘亚洲提供了很少在公众面前看到的见解 凭借出色的翻译 他的文章对西方读者打开了了解中美关系的新窗口 这本书的英语也是刘亚威教授组织的非常出色的翻译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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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